进入到12月开始就会有浓浓的椰蛋气氛 在高雄有一间饭店跟游乐世界开始来一个姜饼屋大PK 他们都说自己是全台最大 其中饭店的姜饼屋是高3米4 捏满了棒棒糖跟棉花糖 而游乐园的姜饼屋高4米总共是5.5平 可以真的走进姜饼屋里头 捏满了天天圈以及面包 不仅是姜饼屋大战 就连台南陈大教授创新的3D椰蛋卡 只要一张照片套用程式 立刻可以映出3D立体效果 噱头十足 哇 好大的姜饼屋 12月耶旦月高雄饭店跟游乐园展开姜饼屋大战 饭店里头制作姜饼屋 1000多片饼干粘满棒棒糖跟棉花糖 闻起来像喷喷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姜饼 另外在这间游乐世界也推出超大姜饼屋 做得像饼干小套房 粘满甜甜圈跟面包 但两座都号称全国最大 到底谁才是最大 你要吃你要吃吗 仔细比较饭店的姜饼屋 高三米四长250公分 宽400公分 但游乐园这一座高四米总共5.5平 用了3000多片饼干 连真的人都可以走进去 姜饼屋PK不分输赢 耶旦赫卡也来加入 台南陈大一名教授研发出新软体 一张平面照片套用程式变成3D立体 我们现在这套系统 其实要产生多少视角是都可以的 12月椰蛋院 椰蛋树姜饼屋纷纷点灯 加上扩炫立体的3D赫卡 最开心的恐怕就是小朋友了 吃到糖果饼干 开心裹椰蛋 中期有点焦文 赖关张台的高雄最后报道